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一个曾经威名远波的遇刺神捕 现在混得好像也不见得比我们好 你既已无官职凭什么拿我们 朝堂之上有律法 江湖之中有规矩 我虽已不在朝堂 但是你们劫府淫杀灰山二十五口的案子 还没有结案 今日我要拿你们归案 哼 拿不拿得住 好像也不是你输了算的 我忘了告诉你们了 这里所有的窗户早就被我封死了 你们三个别急 天亮之前自然会有人放你们下来 谁 真正的鬼剑仇 杨小龙 山东大名府的杨小龙 错 他现在的真实身份 是都察院的新任捕坏 我已经飞鸽传书 让他来收拾这个烂摊子 而我呢 现在要赶去沙城 去找你们的三弟露剑呢 行 你以为到了沙城就能找到他吗 好啊 那我们就来打个赌 我不光要找到他 我还要查出 他折服于沙城的真实目的 是 吩咐下去 明早启程返京 公子 宝藏之事似乎已在江湖传开 近日已有不少江湖人士 陆续赶往沙城 无妨 吩咐下去 所有人尽量隐藏身形 只需离开沙城境内 既无大碍 遵命 可不可 随便 随便 大人 随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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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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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姐 咱们出了关 到一个见不到孙侄的地方 就松开了 是啊 你看 这黄沙弥漫的塞本沙城 多有江湖气息呀 要想行走江湖 还得先从这儿走 这次我们来沙城 顺道还可以拜访一下老友 我们到前面去看看 有没有客栈 驾 几个大活人一夜之间消失无踪 你让我如何相信 近日里沙城时有江湖人出现 属下认为是江湖人所作为 江湖人 报 大人 城本外发现几具尸体 什么 叶子 咱们晚上就住这儿 明天进城 好嘞 嗨 有活的没 出来一个 叶子 别大呼小叫的 注意自己的身份 都跟你说了多少遍了 我们现在人在江湖 要懂得 低调 做人要低调 我知道 小姐 有活的没 出来一个 喂 有人吗 喂 客栈已经打烊 恕不待客 伙计 你看这天色已晚 这黄娇已领的 能否留宿一晚 真的不行 我已经说过了 打烊了 不要 你干什么你 不得无礼 一个姑娘家居然如此无礼 小二 不好意思 这天寒地冻的 我们就住一晚 狐子 代客官到二楼客房休息 多谢掌柜的 跟我来吧 两位的房间到了 多谢 小二 想问一下 平日里客栈都住些什么人 都是些天南地北行走江湖之人 两位请休息 来 小姐 可是有何不妥之处 回房间说 叶子 这家客栈有点古怪 古怪 小姐 你看出什么了 这家客栈有很重的血腥味 难道是家黑店 我怎么没看出来 窗棱上有血迹 楼下有破碎的桌椅 客栈里打架刀之事很是正常吗 那柱子上的刀痕做何解释 不过看那血迹 应该有些日子 那 那我们怎么办啊 好在我们就住一晚 见机行事 无论是死是活 就是把杀生绝地三尺 要把人给我找到 是 大人 快去 公子 是 父亲 为何是如此大动干活呀 听闻城下发现尸体 难道不是宋公子的人吗 好了 以后衙门里的事 你就不要过问了 你明天 不是要出城 到边境雀场去走一走吗 还是早点回屋休息去吧 是 父亲 怎么那么慢 菜怎么还没来 我家 马上来 马上来 赶紧把你们店里最好的酒锅拿上来 好嘞 客官 小姐 这些人的装束不是本地人 我们也不是本地人 别惹事 走 还有我们这边的 好嘞 客官 您的酒 您的菜 慢用 好 这一大早的 他们都是些什么人啊 江湖人 跪住七星门的 七星门的 他们用的是七星剑 暗器的袋上 都镶嵌着七星 三爷 就是这里 他们肯定在里面了 三爷 您老人也这是 是谁吃了熊心豹子台 敢打我牛三家的人 三爷 就是那几个人打的我 我还以为是什么英雄好汉 原来就是那几只乌龟王吧 还有就是那几只乌龟王 你怕 못打我 还得看他 就算很干嘛 我还得看他 还得看他 就是你 community 就是你 敢当你 他奶奶他竟敢暗算你三爷 干嘛呢 干嘛呢 三爷 您这是 也不知是打哪儿来的祸色 敢在我的地盘打我的兄弟 本部奉命查案 来人都给我带回衙门 是 是 放下 走 叶子 咱们走 走 快点 站住 你们俩也得跟我走一趟 你凭什么抓我们呀 凭什么 沙城有命案发生 而等军有嫌疑 好 我们跟你走 正好能见见固有 不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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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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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人 后堂待客 是 总而言之 就是那大太监孙侄给害的 我们在中原待不下去 不得不出关 听说 以前我听我爹总提起你 说你是个难得的清官 可是怎么会被发配到这边陈小镇呢 难道是得罪了什么人吗 非夜 这清官难为啊 我懂 没想到到了这边城 倒也能过上一些清闲的日子 可实际上呢 也是不得安宁 评书 何事扰心 不提也罢 来人 备酒菜 小姐 吴大人为何吞吞吐吐 明明希望你出手相助 却越言又止 因为他知道我已不在官场 帮不了他 多说吴义啊 小姐 我知道你心里一定是想帮他的 对不对 想帮和能不能帮是两回事 现在你我都自身难保了 能不连累他就已经是万幸了 这次来沙城 如果不是为了抓那个陆剑 我情愿不与他相见 谁 是我 不清 是我 废华姐姐 来 进来说话 我现在改名叫司马飞燕 以后就叫我飞燕姐姐吧 司马飞燕 对了 我知道你不会撒谎 有一件事我想问问你 平叔他最近是遇到什么麻烦事了吗 总的 所有去京城的路段都给我派人去堵 大人 死了那么多人 这身堵不了多久啊 那也得给我派人去堵 不论宋玉是生是死 飞燕 不清 父亲 我家 着我去 是 评书 虽然我与非官场之人 但为评书分忧 理应是分内之事 您不该瞒我 飞燕 来 坐 飞燕啊 我呢 不想把你牵连其中 既然不清不懂事 今儿我把这事挑破了 也就算是天意了 算值得外甥宋玉来边城办事 到访沙城 已经将其暂时安顿在郊外了 三日之前在返回客栈途中 神秘失踪 可是客栈的人说 宋玉当晚并没有回客栈 正是 宋玉此行是为何事前来 我与宋玉从前并不认识 这次也只当是公务接待 不方便过问 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线索呢 经过勘查 从县城返回客栈的途中 确有血迹和厮杀的痕迹 而且就在昨天 几具尸体在城外被人发现了 大人 你看 现场除了随形的尸体 还发现了身着宋玉服饰的无头尸体 而宋玉至今已然寻不见踪迹 无头尸体是宋玉 既无头颅如何判定 我招待宋玉那几天陪她吃了几顿饭 她行事豪妨 常常撸起袖子 拿罐子喝酒 我清楚记得 她的左手臂有块胎记 这胎记诸红而圆论 清儿印象非常深刻 其他尸体现在何处 平叔 你能确定 这是宋玉的人吗 确定 跟宋玉来的我都认识 这些人最大的官阶是六品 在我之上 可他们身上不光有刀伤 还有弩箭之伤 这一看就是江湖人士所为啊 徐部头也曾怀疑是江湖人所为 评叔 有一件事情我不太明白 想再问问您 何事啊 我发现 最近有大批的江湖人士涌入沙城 他们来干什么 这个我也不太清楚 不过这些人来了以后 整日的滋事扰民 我得想办法把他们赶走 飞燕 这宋玉之案不解 我乌杀不保乌房 只怕连累了不清 我已打定主意 若有意外 我便将不清托付给你加以保护 既然你呢 有出关的打算 不如就带着不清一块走吧 我不走 我们父子两条命 一颗心 不清 不是说欧邱话的时候 父亲 我若这个时候离您而去 愧为仁慈 飞燕姐姐也会一辈子轻视我的 平叔 你们二人所言尚早 宋玉之死 跟你们二人没有半点关系 就算孙侄派人来查 他们要抓的也是真凶 所以现在我们的当务之急 是查出真凶 那你想怎么查 这里离沙城和客栈 各相聚多远 广东 去客栈六里 广西 去沙城十里 那就是说 这林子是入城的必经之地了 对 这里就是发现血迹 和厮杀痕迹的现场 是人为布置的 什么 小姐 我也有此想法 你发现了什么 既然此处有人厮杀 而血迹喷洒在树叶之上 但是周近树木 却无任何断损 不错 而且通常 如果人体被利刃斩杀 他的血液应该是成喷洒状 而不是骗状 这也足以证明 这个现场是人为布置的 司马小姐 您的意思是 有人故步迷阵 还有 这个血不是人的血 是鸡血和狗血 蛤 徐捕头 我还要去趟客栈 去客栈 我要去密查 不过 徐捕头就不方便同行了 我进 开门 姑娘 客房已满 恕不待客 你是不是又要 别本姑娘不淑女啊 不是 姑娘误会了 我不让你们进来 全然是一片好意啊 不让我们进 你就是不怀好意 看来本姑娘的书 你是当不成了 不好意思啊 不知道今天 有这么多的好汉 你们先玩 你们先玩啊 好 小二 带两碗面 好嘞 来了 奇怪啊 这一夜之间 又来这么多人 都说些什么人啊 你身后坐的 是聚节堂的 来 旁边那对夫妻 是无双剑派的 我身后独自坐的这个 是风衣针 楼梯下那两桌 是五虎门和楚天盟 小姐 你眼皮都没有叹 都知道这么多啊 进门的时候扫了一眼 既然大家没有异议 那就按说好的规矩办 我五虎门 先向聚节堂的好汉 讨叫一二 废话少说 招使 见真章吧 这说打就打 什么规矩啊 两位的面 可可慢用 伯剑 他们都是来干嘛的 最近时常有江湖人 来杀城探寻宝藏 厮杀之事常常发生 宝藏 什么宝藏 我真的不知道 别多管闲事 吃饿 来 承蒙聚节堂的朋友承让 不知 是哪一派的朋友要赐交 无双剑派 请赐教 小姐 到底怎么回事啊 他们一桌一桌都接着打 他们连到为止 输了 就知道后人逃不到便宜 也不会勉强 走 走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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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秦大少爷 如果你不舒服 我们倒也可以不比 暗器伤人 算什么好汉 你 楚天盟的回旋无影善 叶子 我们走 小姐 不产了 今天太乱了 明天查 好 姑娘们先留下 你们闲得没事比我玩 后面又何干谢 只想请两位姑娘 留下来给我做个见证 看我和这位臭狼中 到底谁输谁赢 我们只是路过 不想惹事 我们走 小姐 我认识你了 你是京城的那个 你认错人了 在下司马飞燕 司马飞燕 我刚才已经说过 我们不想惹事 只是路过而已 说出我的身份 对你无异 得罪了 是 既然都在此处 省了本部四处查找 你等寻资闹事 危害沙城治安 来人 都给我带回衙门 是 是 这位官爷 我们只是在切磋而已 官爷 我们真的不是在滋事 只是吃饱了 喝足了 寻常切磋而已 寻常切磋 是 大人命在下来保护我司马小姐 多谢 我还有话要说 请叙公快先行离开 既然切磋 就给我安分点 规矩点 这客栈还有别的商户 刀枪棍棒的 成何体统 撤 掌柜的 开间房 好嘞 就行 我看我 那在均州 我好像抓过你们楚天盟的人 你就在其中 按理说你应该坐牢啊 怎么出来了 是花钱买的吗 如果你不想回去坐牢的话 接下来我问你什么 你答什么 不许隐瞒 不许欺骗 我想知道 你们说的那个宝藏 到底是什么 江湖传言 叶桓国的一笔财宝 父母于流沙之中 曾经有一位天师 用天运算出 这流沙七七四十九年一退 成姑重现 但时间很短 所以每隔四十九年 都会有人来寻找 这叶桓国的巨额财宝 就为了一个传说 你们就来这儿了 反正我们是挺心的 要来寻找在那儿 今年刚好是第四十九年 再到那可就下辈子了 好吧 那我还要再问问您 你们住在这儿 有没有见过一个 叫宋玉的人 京城口音 体型肥胖 还带着随从 我们是前天才住进来的 我们是前天才住进来的 听说宋玉来边城会不会是为了宝藏 也就是江湖人一额传额 风浪子仙之术 飞燕 你可有线索啊 从山口上看 确实是江湖人所为 可是官道上的痕迹 却是人为的 如果宋玉不是在官道被带走 我怀疑第一现场是客栈 那我马上去派人查封客栈 把这几天住过客栈的人 都抓起来 重新审问 且慢 宋玉失踪 背后必有隐情 我们的目的是为了找到他 切不可打草惊蛇 如果让抓他的人发现了 伤了他 那就不好了 那你想如何找到宋玉呢 我打算再去客栈住两天 查查宋玉和他手下人的房间 既然那里是案发现场 那必有凶险哪 有凶险才会有凶险 有凶险 衙玉里啊 早就打过招呼的 只是这间客房的客人 还不愿意搬出去 我们只能在他不在的时候 给您开门 到了 多谢 简直至码 是 一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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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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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那就这样 我呢 马上派人进行全面搜索 越快越好 时间越久越危险 等你回来 我就说应该让我跟着 这府里的安全有那么多的捕快呢 谁能伤在了吴大人和吴公子 非要让我保护 现在我们在明他们在暗 不可以掉以轻心 再说绑架宋玉的人 说不定为了毁灭证据 会来到府衙行刺 留你在这儿 我也安心些 小姐 你也一宿没睡了 休息会吧 母亲 丽燕姐姐 你这两人住在客栈 是不是觉得客栈里有问题 你为什么这么问 徐捕头说的 她说那间客栈是命案现场 暗藏杀机 我是担心你 飞燕姐姐 这两日我总是想起 小时候被你保护的情景 小时候你性格内向 身体孱弱 飞燕姐姐 我虽然从小被你保护 不被别人欺负 但我其实 没有你和父亲想得那么孱弱 我并不是说你弱 一个人他身体强壮 武功高强 那是一个人的力量 文仪载道 汇责兴邦 读书人才是天下的根本 我本想考个工 可惜世道无常 父亲授武 我难免受到连累 仕途也就没什么希望 天无绝人之路 只要你有心 总会有机会的 飞燕姐姐说得极是 古人云 燕雀安之 鸿湖之之 确定是宋玉吗 回大人 看到了胎记 胎记 一路上都没有血迹 到这里才有 那说明这些尸体 是被搬运到这儿的 为什么凶手如此残暴 杀人还要分尸 难道是为了隐瞒 宋玉的身份 不是 如果为了隐瞒的话 就不可能把尸体 停放在这儿 甚至还留下了 最有标志性的手臂 那凶手为何要分尸 他是为了掩人耳目 方便搬运 掩人耳目 难道是从城里 运出来的 许不快 把这些尸体搬回去 仔细拼凑 看看有没有遗漏 哪一部分 好 他死前手脚都被挑断了 血脉不循 最致命的刀口 是在脖子上 手法极为纤熟 落刀精准 何以见得 一刀致命 不久就流血过多致死 接着说 分尸的时候 每一刀均从关节处切开 从未伤骨 所以呢 所以说 杀手应该是 经常用刀之人 不准确 再看 从刀口的切面处来看 凶手应该是左手持刀 左撇子 是湿珠油滋味 是屠夫 是屠夫 叶子 你终于开窍了 刀上抹着油渍 就说明这是他惯用的东西 不是信手拿来的 而杀人又需要很大的力气 屠夫确实比厨子 可能性更大一些 飞燕 你是不是也在怀疑 凶手是屠夫中的一人 评书 我现在还不能告诉你 是因为我还想再多查一些线索 好吧 那你认为谁的嫌疑最大 暂无定论 下一步你说说看 有何打算呢 试探 试探 吴大哥 不好意思啊 认错人了 干嘛呀 一个人忽然被袭击 会武功和不会武功 反应截然不一样 假屠夫显然不会武功 不是 但是我的厨子 你不伤害我 看到给我 我哪有 我经营给你 你一直是 你一直在这里 我这儿 我今天就要送回老魂 不好意思 惹错人了 小姐 这个王屠夫好像也不会武功 不 他会 而且武功很高 善于隐藏自己的本能反应 这个王屠夫 我们要好好查一查 老巫 喝酒去 干吗打人呢你 你又认错人了吗 滚 这个孙屠夫果然是左撇子 小姐不必在意 要能给查出来 我也算没白爱这一掌 为何我们不马上告诉吴大人 因为我还没有判断 到底是王屠夫还是孙屠夫 不都已经试出来了吗 你别忘了 王屠夫他是个高手 说不定他也经常使用 左手 而为了嫁祸他人 在行凶的时候 他也用了左手 也是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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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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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就可以确定是孙土夫了 说不定他还参与了客栈杀人 这沙城本来就是个流行地 释放的犯人在此安居的不少 这个孙土夫以前有过伤人案底 随即被流放到沙城 后改过自新 提前出狱 在这安了家 既然出狱老婆都娶了 就该好好生活 何必再过着刀口甜血的日子呢 只要给够银子 就可以知身犯险了 那会是谁雇佣它呢 何人 一审便知 不行 平叔 现在还不是抓人的最好时机 我们得放长线 钓大鱼 上街 基本上 以决于他的他 舍人 能编离 망上 可以 帮你 让我 的 传奇 胡 拉 姑娘 又是您 城里的酒不如你家的好喝 我来打点酒 那是 我们的酒 都是从边界雀场之间送过来的 肉也不错 谢谢姑娘 管找生意 我着急赶时间 帮我打酒吧 好好好 对了 刚才我见到有人 来给你们这儿送牛羊肉 你不是告诉我说 你们这儿的肉 都是自己宰杀的吗 客人多的时候 也让城里肉货的人送来些 给您 酒 好 谢谢 您忙 慢走 陆剑 那你如何断定是他的 他的纸节发污 小纸完全不着力 是练鬼影四指禅留下的习惯 而这也是三鬼陆剑拿手的功夫 那你追到沙城来 要抓的犯人在客栈 那么巧 这绝不是巧合 陆剑他是四鬼里面最狡猾 最贪婪的一个 跋山涉水而来 一定是来干一笔大买卖 那个客栈果然有大问题 陆剑和孙屠夫背后的人 一定不简单 今天晚上我再去趟客栈 看看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线索 封先生 在下司马飞燕拜见 上次多有得罪了 今天我特意备了薄酒前来道歉 以后我行走江湖 难免还要江湖上的朋友帮衬 特别是风池山庄的 我仰慕已久 封先生 刚死不久 到最后 宫神 他家是在哪裡 在哪呢 我們赶索 司马飞燕 你竟然杀人 行了 都安静点 刚才你们几个说了半天 那究竟是谁 看见司马飞燕行凶杀人了 你们刚才所看到的 正是他第一个出现在现场 而凶手可能刚刚逃逸 来人把嫌犯和被害人的尸体 都带回县衙 是 我不能走 那个幕后黑手肯定还会行动 我岂能做事他草菅人命啊 那 那你现在是自身难保啊 我已经在调查孙屠夫了 很快就会水落石出的 我已经把他老婆给抓了 你这是打草惊蛇啊 我就是要打草惊蛇 逼孙屠夫露出马脚 糟了 他可能要逃 我也猜到了 我已经下令封城了 来 下轴 下轴 来 柳花狗 去 大人 我要见一下孙屠夫的老婆 这 可以 这样也好 大人 孙屠夫的老婆上吊自尽了 好 非烟 此案就告一段落了 我要结案 好 非烟姐姐 你已经在这里做了好几个时辰了 你在想什么 不清 平叔在你心目当中 算不算个好官 是 谁 在这个不清明的世道上 做个好官很难很苦 我若是可以左右他 我不希望他做官 好官坏官都不要做 好的 殺贼啊 报仇大人 父亲 快走 这位好汉 在下也是快一堂的朋友 久闻督察院女神部 才智超群 不让须眉 果然名不虚传 在下有一事不明 还请好汉明示 宝静 叶子姑娘 烦请你先出去 带上门 叶子一会儿你出城帮我送封信 苏去哪儿 找谁啊 出的城一直往东 就会有人接应你 胡大人有令 锁城一个月 非官方特函 任何人不许进出 少废话 来 够他 去 快 夹住 快 夹住 飞燕 这么晚了 何事啊 评书 宋玉来沙城所为何事 我不是早就说过吗 我不知道 宋玉在客栈失踪 而客栈里都是您的人 我想知道 您来沙城是为了什么 当初您得罪杭州知府是真 原本送您去的前堂 那么好的地方您不去 却四处请人说情 来到这边陲小镇 为什么 好啊 你暗中调查我 我只是把这几天的线索 来来去去地想了好几遍 对 所有的疑点都指向了一个人 那就是你 而且 宋玉是你约他来的沙城 我 我和他素不相识 我约他 他能来吗 能 因为宝藏 既然我有求于他 那我为什么要杀他呢 因为你深知 孙侄他是一个心狠手辣的人 就算他拿到了宝藏 他也未必会让你加官进爵 而有可能杀你灭口 独吞宝藏 但是 在杀宋玉之前 你要先找到那两张藏宝图 所以你把他抓起来 严刑拷问 只是我的出现 打乱了你的计划 因为 我查到了太多的线索 使得你的计划不能实施 你不得已杀了宋玉 以免露出马脚 我当个故事听 你为了阻止我调查 不惜在客栈设下血案嫁祸于我 目的只是为了让我走 当然了 你杀他们 还有可能是第二个原因 因为你害怕他们住在客栈的时间太长 发现了那两张藏宝图的线索 特别是住在宋玉房间的封衣针 你就像操控提线木偶一样 让许骨快做了这一切 孙屠夫夫妇也是你收买的杀手之一 孙屠夫他就是分尸宋玉的人 你杀害了孙屠夫夫妇 掩盖了所有的一切 这只能说明在你约宋玉来之前 那两张图就已经在你手里了 而且你还复制了一份 不愧为御赐神补 虎夫无犬女啊 我父亲在世的时候 敬你侠骨一胆 他在天之灵 会为你感到难过的 非燕别费什么心思劝我回头了 非燕别费什么心思劝我回头了 如果你不是真真切切地 看到了那半张图 你也不会瞎扯什么那个藏宝图 所以这张图就一定在你手里 大人 你是想把他支走 然后一个人来向我要个交代 挺仗义呀 把那半张图给我 而饶你一命 平叔 切莫执迷 想想不轻 那半张图不给我 好 那我给你 在这荒漠之上 风沙一起 第一 敌势也是一日三变 这张图就是我要花时间来琢磨 虽然我不懂什么五行之法 但你 就是最好的带路人 所以呢 在孙侄来之前找到宝藏 送我们出关 还是送我们去鬼门关 然后把宋玉的死 嫁获在我身上 好给孙侄一个交代 公子 让我进去 走 走 父亲 我不会让你伤害飞燕姐姐的 我们现在是父子难保 你还想英雄救美 来人 在 在 把他押下去 是 公子 飞燕姐姐 我会救你的 飞燕姐姐相信我 明日就是天运的四十九年叶环国的再现之日 如果找不到宝藏 你们两个就得命献皇上 谁 五行罗盘 三盘三阵 地盘用于立向 人盘用于消沙 天盘用于纳水 这张图上所示 叶桓国所在 完全唯唯天 地 人 阴阳不结学 两仪不交融 乃大凶之地 难怪国运不过甲子 宝藏若真要私入囊中 也是大凶之在 叶桓国的旧旨就在这儿了 好 都给我听好了 对着这个方向 给我一直挖下去 老爷 发现洞口 如果严防死守 不许任何人出入 是 别说 别说了 事到如今我没有退路 走 请面带路 卡比赛 您wwww 一定佐給夫 您赞 上 方 用 您赞 评书 这里是险地 不值得 我如果不成功 那不轻弹也会死 走 评书 一开始我就猜错了一件事 是 什么 杀死宋玉的人不是你 当然是我吧 不 你一心想升官发财 就算孙侄想杀你灭口 你也不会这么干 因为你们之前就说好了 只不过杀宋玉的人 不仅收买了你安插在客栈的人 还收买了许捕快 随时的你的计划 没有按你的预料之行 我不明白你在说些什么 宋玉失踪之后你确实谎了 所以你才涉及让我帮你 只不过当你知道杀宋玉的人是他以后 你不惜毁灭一切证据 包括对付我 你现在所做的一切 跟宝藏 跟升官发财 没有一点的关系 仅仅是为了保护他 不是这样的 这仅仅是你个人的凭空猜测 走 走 这什么地方 不清 爹 跟你说过 这件事我不让你插手 父亲 别生气 我们是父子 又父同享 又难同当了 够了 你 你应该相信我的 飞燕姐姐 我说过 我可以保护你们的 只要拿到宝藏 我们想去哪儿都可以 我们可以去关外建立一个小国家 我做皇帝 你就是我的皇后 闭嘴 谁 气死我了 父亲 您还是看不到 官场步步为间 世道浑浑噩噩 何必再委屈自己呢 傻孩子 你知道 你知道你这是在干什么吗 你这是卖国呀 这样的国家 不值得我忠诚 吴公子 是 陈国家 都已经被我们收买或替换 确保我们的计划 万无一失 宋玉已经死了 等到夜还国出现 我们就可以去那宝藏了 我们大王一定会助你 成为异国之君 希望你得偿所愿 那是自然 将来我西吴国 一定是你们进攻大明 最忠实的粮草库 跟情报战 飞燕姐姐 你放心 我不会把你交给孙侄的 不过 我们确实需要一点时间 来成就我们的王国 不轻 你现在回头还来得及 我还是你的飞燕姐姐 我会陪你去州府自首的 飞燕姐姐 我什么事都可以意的 但是这件事 不行 平叔 不轻 不轻 我在官场多年 经历各种险阻 都能安然脱身 一个小小的沙尘 根本不在我的眼里 我之所以会让你们用叶子 来要挟我 只是希望多争取一些时间 让你们回头 来 看来 我的苦心是白费了 别说了 现在我已经不能回头了 可是叶子的命 还是在你的手里 没错 叶子是在我手里 只不过 在我们出沙城的时候 他就已经黯然脱险了 什么 那 我是让刺杀你的江湖朋友 帮的忙 那也没关系 你还在我的手里 这宝藏也还在里面 走 找去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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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可能 我们找到宝藏了 宝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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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是我的皇后 所有人都要沉浮在我们的脚下 莫得不错 宝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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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两个宝藏 为什么我没有这种幻觉呢 难道这里有什么东西 把他们内心的欲望给扩大 我只是说我自己命中 所有看不到这种幻觉 宝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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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婷 金婷 都是我的 都是我的 宝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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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说 孩子 是我错了 是我让你一步步 一叹神仙 你还挺轻 还可以回到 跟飞燕 孔子 把这一切 给忘了 听说 你放心 我答应你 我会带过金走的 谢谢 父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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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说 听说 父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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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快 快走 快 走 走 走 那边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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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母亲 小心 危险 快回来 母亲 快回来 母亲 快回来 别走 我别走了 不可能 在哪儿 这一定有宝藏 这一定有宝藏 一定有的 母亲 原来是这样 这里建在着 一个国家的文字 历史文化信念 这才是真正的宝藏 一定有的 一定有的 母亲 母亲 快要塌了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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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一定有宝藏 我不能 一定有的 母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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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烟姐姐 你走吧 您听我说 出去 第二个誓门 王佑 一直走 你就可以通往客栈 我 我是从那个地方来的 是我处理宋语实体 是不易中发现的 母亲 父亲 我带你出去 我永远和你在一起 只要你不忘了我 去告诉你一些贪婪的春货 这里面没有王藏 别叫他们放松性命 只有你出去了 才可以救他们 快走啊 父亲 走啊 快走啊 快走啊 父亲 快走啊 快走啊 你都玩了 快走啊 不想啊 快走啊 我导导 你看到我家小姐了吗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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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殿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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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见我家小姐了吗 是 没有看见 你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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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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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姐 怎么会这样啊 不知道啊 鲁剑 原来是你 这是千万回归说而不漏 各位 叶桓国的宝藏 那只是个传说 大家不用再找了 不过今天 我倒是有个实惠要给你们 就看你们想不想要 这个人是朝廷缉拿的药犯 我已经通知 督察院的总捕头杨小楼前来拿人 你们要是把他交给他 这个人情可不小啊 四马姑娘 交给在下融合 是啊 所以我也无能为力了 可惜啊 这宝藏 就是一堆没有用的纸 不 如果叶桓国的子民想要复国 靠的绝对不是金银财宝 而是你嘴里所说的这些纸 下一步你们打算去哪儿啊 孙侄的人一定会严守城关 想要出去谈何容易 就算你们侥幸脱身 这儿 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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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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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